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脚就要拔掉 把炉内的灰抹平 千万不要挤得满满的 脏脏的 如果香灰太多 就挖一些起来 以尊重心放在花盆 不要让人家踩踏就可以了 二 香点完以后香脚如何处理 打 我们华人社会向来尊敬佛 香拿来供佛 点完了香脚也不要乱丢 就像处理破损的经典一样 给它火化 会放在亲近的地方 有几分公信心 就有几分福报 但是也不要太执着 如果住在都市真的没办法处理 把它包好放在垃圾桶拿去倒 如果有办法就处理圆满些 三 家里佛堂点灯 睡24小时把它点着 这样如法吗 答 基本上有两种说法 依据咸鱼精 贫女南陀平的说法 佛陀时代有一个乞丐女人 乞讨了一整天才得到一点点东西 就把东西拿去换油来点灯供佛 佛陀平常有交代 天亮就把灯吹熄掉 如果乞丐你点的是灯 就是吹不熄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点灯是从晚上点到天亮 白天不点 另外钥匙筋的说法是 续面灯要点49盏 连续24个小时 所以两种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安全第一 四 有人说12点以后的时间 晚客不用上香 这样讲是正确的吗 答 基本上上香叫佛使 点香就是通知佛 就是供养佛 就像佛的使者一样 你愿意点香可以 没有规定说12点以后不能点香 而且这个香还有两种 叫做上供下施 有些香是供养佛菩萨的 有些香加了香料食物 可以不施给外面的众生 因为很多轨道众生都是吸味道的 如果你点了有食物的下供香食时 他们会很高兴 五 门口五方 五土 造军 祖先 跟他们点灯如法吗 答 动机决定一切 以前我们拜土地公 是求他让我们发财 这个动机不对 现在换成 土地公你在 我帮你点灯 令你离苦得乐 这个动机就可以 动机决定一切 不能因为自己拜佛了 那我管你去土地公 那就不对了 我拜佛了 土地公还是存在的 万物皆有附着一个神 阿含经显得很清楚 佛陀说 任何一个像 街 道 包括一根小小的树苗 都附着一个鬼神 为什么 孤魂野鬼如微尘那么多 没地方住 所以他们附着在每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 慈悲为他们点灯可以 但不是求他们 如果你求他们 那将来就像养小鬼 他将来有所求于你 你不能回报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用种种的方法令你痛苦 所以 各位千万不要去求鬼做什么事情 我们有德行 鬼神自然尊重你 甚至你帮助他 他感恩你 这是自然的现象 六 已经皈依了 但是家里要我早晚烧香拜神怎么办 答 已经皈依了不能拜神 但是你可以转 因为你拜的很多神都是佛教徒 譬如观公 委托 马祖 为什么我们要拜他呢 晚客赞叹他的时候有一句 委托天将菩萨化身对不对 所以就善巧地观你家里的供的神 是地藏王菩萨的手下 你看过地藏经 地藏王菩萨手下那么多 都是菩萨化身 在帮助地藏王菩萨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化现地狱道 恶鬼道的神 就观想他们是佛弟子 发菩提心逝世神像 帮地藏菩萨救度众生 你这样想就不犯规了 那家里面既然神都供了 供上佛菩萨也是可以的嘛 就是把佛的位置放高一点 其他护法神明的位置放低一点就可以了 七 母亲百日继承 千万祭拜途中车子坏了 请问应该念什么经来消除忏悔 答 开车开到一半坏了 这里面可能有他的因缘 佛教没有什么偶然发生的事情 这因缘可能是叫你慢一点的 所以念什么经都没有关系 佛所讲的一切经 只要把它念出来都有加持力 遇到这种时候 念经 念佛 持咒 让心平静下来 或许你就可以看到一点迹象 像我有时候要出门之前 脚踢到 我就会等一下再出门 等一下电话来了 师傅 慢半个钟头 原来如此 太早去没用 你每次要做什么 护法神会想办法让你有一个感觉 这是宗教经验 所以随时保持清静心 多念经就可以了 八 家人往生八年了 要如何超度才圆满 答 要回向给一切众生才圆满 你如果到现在很爱你的家人 连死了几年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你就执着了 回向 讲的是法界众生才叫回向 你知道今年是他往生八周年的纪念 帮他做功德 代替他去帮助老人院 应经 放生 然后回向法界众生 对他一定要帮助 九 儿子到美国读书十二年 却在毕业的时候 社报往生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我心中极度的悲伤 答 这除了他个人的夜报之外 可能是你欠他的站怀完了 他就走了 为什么佛教说到慈悲 有时候会用妈妈对儿女的爱来代表 因为妈妈活到一百岁 还在想着他八十岁的儿子 到此方休 现在你儿子虽然抱舍了 但是站在佛法的角度 要知道他并不是真的离世 他去世了马上投胎到与他有缘的地方 变成另外一种形象 个体 如果你悲伤不能止住的时候 就积极帮他修功德 放生印经 让他来世比今世更快乐 更长寿 十 我们拜祖先的牌位 如果他们已经去投胎 或到别的地方 这样拜有没有用 答 只要他现在还没有超出轮回 即使现在投胎做人 你以佛法来帮他念经 花香供佛 他还是能得到加持利益 假设他生在第二天 子孙很认真地帮他做功德回向 仗着这功德 他可能升到第三天第四天上 假设他在极乐世界 品位也会增上 这个叫法界云启力 所以我们现在要多结好人 我死了以后 徒弟一想到海涛 就帮我放生 放蒙山 印经 那我在极乐世界 品位会更高 如果我来投胎做人 我的福报会越来越大 这叫互相增上 十一 妹妹往生时去拜他 有人摸过他的身体 有人说 摸过往生者的身体 回到家就不可以烧香 不可以拜佛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禁忌 答 绝对没有 听人家说的都不算数 听佛陀说的才算数 听有正知正见的佛弟子 说的才正确 不过人如果刚往生 尽量不要摸他的身体 因为祖师有说过 人刚往生 这个中阴身要脱离肉体 扒到二十四小时之间 就像乌龟脱壳那么痛苦 摸他 怕他会起心动念 无法保持正念 所以尽量不要碰他 不要哭 不要叫他 一直念佛 各位还记得吗 那个梅艳芳往生时 交代他的名字 不要念我的名字 念我的名字就会回来 要念佛 因为他要往生 所以不要叫他的名字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上 很多人都是崇拜多神主义的 因此各式各样的神灵 都会有人奉拜 而崇拜孝敬祖先 为我国传统理论道德之根源 祭祖在传统社会的长期继承下 早已成为了固有的伦理思想 一般民众也深信 祖灵拥有庇佑子孙 或承罚子孙的能力 因此 祭祖除了含有 圣中追眼的意义外 伦理传统也希望祖先能共享人间烟火 永世庇佑子孙 没有过去祖先的努力 那会有今天的子子孙孙 而祭祖的机会颇多 举凡祖先的生日 祭日 每年当中的各大重要节力 及子孙的重要日子 如出生 生日 结婚 逢年过节等 都必须祭祖 在很多家庭中 安放神位是随处可见 但在安放神位面前 很多时候都会错漏百出 甚至安错神 拜错佛 有些家庭会把祖先和神佛 一起平排安放 有些人会把门口土地挂起 厘厘安放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规矩 不可遂于乱放 否则 不但得不到神灵庇佑 相反的 可能会昭示家宅不安或孕带 安放神位要注意一下叙项 神位位置要光猛开扬 即向房门或厕所 神位未必要对门口或窗口 但神问不能面向墙 神位即正冲马路或巷道 即被屋角所设 神位即设在宅之正中央处 名堂不可太狭促 神位即置于楼梯之墙壁 不可背靠睡床或厕所 神位神贵 不能用作间隔之用 前方即放置镜子与之对照 神位靠背必须要吻日 不易受碰撞 背后之墙不可不牢靠 神贵必须落地 不可悬空掉起 物质于宅之尖端 角落之地方 神位背后 握有洞土修造之事 神贵放置的物品 必须要庄严简洁 不可随意摆放杂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些新 Firmen的bereich